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三个人是阳性的反应 在前一天 前几天 12月23号有27人入境 有一个人是阳性的 所以现在大家很紧张 今天有人问阿丁部长说 这会不会是变异的病毒 她说现在还不知道 董哥 她现在其实他们自己心里很忐忑不安 可是英国跟美国是一伙的 这两个人又得罪不起 因为在这一次蔡英文选总统的整个过程 因为他们潜力挺反送中 香港反送中是过程 蔡英文当选一个很大的因素 所以这些一股脑加起来 她对英国人不敢得罪 第二个英国还有掌握很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非常大 什么秘密 总统的博士协力到底怎么样 英国是挺她的 可是很多节目就不敢谈 所以不能得罪 然后不能断行 都不能断行 那其实你要把它比到 今年年初武汉的情况 小民都回不来 多少人回不来 武汉的飞机回来是怎么样 我们派出部队 化学兵在那边 所有东西都在那边喷 我们军队都派出来了 那这一次的 这一次这个变种的新冠病毒 是比原来的病毒还厉害 因为他连小孩子 我们前面小孩子 比较不会受干 侵劳 那这次都会毒性更强 可是我们的防患 比前面的更松懈 而且更开放 我们 你看 我们所有的台商 最多的一定在中国大陆 通通不准回来 然后最后就全部打断 然后每天还丑化你 告诉你说 你看中国大陆 还带有病毒的按时 你看按时就有 结果按时有没有 羅生门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也很紧张 按时 他们打电话给按时 按时说 没有 我没有住医院 我在防疫隔离中心 我没有住医院 所以那个是一个 羅生门 政府不敢讲 中国大陆每天質疑 陳时中 陳时中也不敢讲 所以我们所有就有 我们有科学正经 科学正经 那你按时已经出院了 你早上出来开记者会 看他怎么讲 對不對 我们第十个案例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回来的 然后跟对于英国回来的 那个态度是截然不动 那美国更不用讲 美国始终一直是我们 等于说进来的人 确诊数最多的一直是美国 我们一句话也不敢讲 所以现在就碰到怎么样的问题 现在所有我们各地 确诊的人他就可以回来 让我们出钱来帮他诊疗 一个人要治好210万 请记住1月1号 我们的健保会要开始涨了 全民涨健保会 然后外面确诊的人通通回来 不管台湾人外国人英国人 通通可以 来让我们正乳免费治疗 合理吗 我们刚刚听到董哥的说法 其实大家如果记忆 还游心的话 可以看到 从武汉回来的飞机 跟从英国回来的搬机 到底有多么落差有多大 大家知道现在英国非常紧张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从华航下飞机来的这些乘客 没有错 有戴口罩 有些人会自背像这样的面罩 可是大部分的人 只穿一个薄薄的一层 像是鱼衣一样的隔离衣 那比较丁尖的人 他可能手上会戴一个塑胶手套 可是就这样子而已 飞机上也没有什么 医护人员 没有 那他们在航下 一般的航下落地 然后也是有航务人员 follow me 请跟我来 这样走我们的航运的这个通道 可是看一看 从武汉回来的包机 那时候不是喬了很久 终于可以回来了吗 大规模要需要我们这边有 医护人员要登机要过去把人接走 接来 然后每个要先量体温 在飞机上每个人全副武装 甚至那时候还传出有人穿尿布 记不记得 因为怕上厕所 所以穿尿布 然后下了飞机 你可以看到这是化学冰 搞得好像什么样 很大阵仗 化学冰噴噴噴噴 然后这个游染车到集中检疫所 这些化学冰还在后面全域清毒消毒 感觉好像是什么样的变种病毒 多么恐怖 可是英国航班现在是变种病毒 有这样吗 没有 只有隔离衣 口罩 手套而已 然后接驳车 那只是做消毒 就是一般的程序 怎么会差这么多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不只说 我们看得出来问题很大 甚至连我妈都在问 我妈问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笑 她说不是人家才要回来 她还没有回来之前 你在机场消毒到底在干嘛 不是应该等人家进来之后 在消毒吗 怎么会是人家没有来之前 消毒器 就武汉那时候 不是 不是 这一次英国的班机 OK 我妈说是不是在作秀吗 因为很奇怪 你应该等他进来再消毒 那当然我们本来 以现在的疫情状况 你每天机场都应该消毒 这个没有什么好地作秀 那你看武汉回来的时候 你如果把两边规格 比较一下的话 你会觉得武汉这个病毒 大概是英国的10倍毒 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不然你怎么会让全副武装这样子 可是刚好相反 其实这次英国的才比较毒 英国的现在 他们最少是原来病毒的 1.7倍的传染力 甚至据说还发现 另外一种更高的 因为从南非那边传过去了 所以英国现在情况这么危急 结果你把它完全 用非常低接的规格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当初武汉包机回来的时候 他们连在飞机上 是每一个人都要隔一排 是 他彼此之间不能完全接触 而且不能离开位置是吧 你全身都要包的 全身防护衣 现在就用几个小飛翔 便利商店几十块 买的那种是不行 塑膠羽衣 对 塑膠 那个会有什么防护力 那根本就是防新安的 所以我必须讲 他们现在很明显的就是 他要创造一种观点 其实他们知道 他们这样做其实没意义 但为什么要故意要这样弄 其实就是要给全民 一个刻板印象 就中国大部分来的就是很毒 很恐怖 中国大部分来的就是有问题的 其他国家我们都可以接受 那明明我们现在所谓境外 境外感染的 一大堆几乎都是欧美来 可是他们都不提 他们觉得那没什么 那我觉得陈志忠今天最好笑的就是 他居然还说体温上上下下 是很正常 这是哪一个 拜托你是医生好不好 冰哥我们来听一下 因为这个陈志忠 今天就有记者问他说 不是有一个小朋友 好像要上飞机前就发烧了 是 怎么还让他上来 这样不是很恐怖吗 飞机是密闭的 而且十几个小时 来听听看陈志忠怎么讲的 体温也是上上下下 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时间 没有发烧下个时间就不发烧 这可能性都会有的 像我现在没有发烧 可能我中午就烧了 这也是这样的可能性在的 体温上上下下 政政立场也是 上上下下是这样子吗 是啊 其实你看 那时候武汉 武汉的第二批 有一个印度 他也是没有变 可是他上飞机时候 因为发现体温太高 他就加下来 对 下来就下去量 发现他根本没有 他没有病 他只是因为怀孕 因为怀孕体温会升高 我们那时候政府都残忍 我们政府是不准这些人 小名什么都不准上来 小小名什么不准上来 而且大陆要过来的飞机 我们要派医师护士在飞机上 而且我们还进一步要求 我们要落地 落到你武汉 每个人让我们检验过 才可以上来 如果台湾的理科要去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可以不可以 要求他的医生跟护士 也是落地 在我们的桃园机场检验 才可以上去 绝对不行 因为那是代表一个 主权 主权的问题 我们就 一再要求好像说 你有兜章有怎么样 然后不给我们上去 就是你们要把 有毒的人放回来 那时候政府一直在塑造 这样的气氛 我们知道民党是一个垃圾下山烂 不要脸的政府 这大家都很清楚 他每天就在玩这个 那玩这个 现在你碰到英国的这个飞机 你马上 马上就被人家看穿手脚了 你碰到白种人 你马上就跪下去了 对不对 即使是纽西兰的一个机师 那时候说 他不戴口罩没有人欠他 你知道中亚疫情东西 开记者会怎么讲 国情不同 难以欠姐 国情不同 我们没办法欠他 时空环境不同 对 体温不同 上个礼拜才这样讲的 你知道吗 说国情不同 难以欠姐 就说没办法去欠他 可以这样吗 现在你碰到外国的 小孩子发烧就说 温度会上上下下 我老实讲 你看到这些官员 你真的想起了范范 范范讲得一句话很有 在尾棋 对 他那时候对这个事情 有一句话评论 但是我不好转述 我告诉各位 我知道 我不能说 你有时候看这些人 真的很气馁 你通常把它拿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疫情 和你人种 和你国籍 和你皮肤的颜色 什么都没有关系 不会说因为 你是比较伟大的人 你就不会感染 川普感染了 强生首相也感染 你只要有头有脸 反而会感染 所以和你的身份地位 毫无关系 在壁奴面前 人都是平等的 不管是年纪 不管是种族 不管是你的身价多少 都是一样的 不过政府的防疫 或是政府的作为 最近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有反应在民调上 有的 我们来看看美丽岛的最新民调 蔡总统跟苏贞昂院长的不满意度 现在出现了死亡交叉 你可以看到最近最新的民调显示 蔡总统是不满意的红色这一条 现在已经慢慢的上升到43.5了 他的满意度也下降到54.3% 黄金交叉 外卖的接近了 而苏贞昂院长 是已经过了黄金交叉 现在对苏贞昂院长施政不满意的人 已经比满意的人多了3个百分点了 我老实讲 我先提醒大家 这是美丽岛做的民调 所以基本上参考价值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回事 我根本不相信 蔡英文现在还有这么高的支持度 54.3% 你拿到一般民主国家看看 这算超高支持度 你觉得还太高 我觉得超级高 这个我根本不相信有这么高 我觉得他现在实际的支持度 应该在三成左右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当然我没有实际证据 但是我的氛围是这样 因为你上任 你连任之后到现在 请问一下你做了什么好事 除了防疫大概看起来还不错之外 而且防疫是靠全民的努力 跟你蔡英文有什么关系 结果现在好像一副 你的支持度还是这么高 到54点多 我觉得下神有 全球还有过半数的人 认为蔡英文执政很好 老实讲我真的不相信 所以而且我不相信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就是苏贞昌 苏贞昌到现在 不喜欢她的只有49.3 喜欢她的还有46.8 打死我都不相信这件事 因为一个满口谎言 每天胡说八道 每天只会用中央图 在做图在那边刷在野党的 这样的一个行政院长 每天除了说谎 就是什么政事都不干 然后就只会去抢功劳 这样的人现在不满意她的人 只有49.3 你相信吗 还不过半 还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必须说 因为这个有机构效应的关系 他们问题的方式 可能也比较不一样 所以造成现在看起来 苏贞昌还只是稍微出现了 所谓的黄金交叉 才差了大概将近三个百分点 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我其实蔡英文跟苏贞昌 现在应该早就死亡交叉很远了 死亡交叉很远 因为我说真的 萊猪引起的 整个全国国民的反弹 其实你可以看在民众的 那种反应上面 今天有很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或是一些政政务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只要刚好旁边有民众 很多民众就会直接嗆她 你为什么要逼我们吃萊猪 你知道就直接这样嗆 表示这个不满的情绪 是蔓延在全国各地的 所以我必须讲 当然美丽岛她做这个民调 也是要再提醒蔡英文政府 你们现在其实也危险了 你的声势正在往下掉 可是以我对蔡英文的了解 跟对苏贞昌的了解 他们不会 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件事情 不在意 不管的 无所谓 可是如果说同一个机构 你可以看四月份 二月份 你看那个时候满意度有多高 满意度有多高 的确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讯 大家不要忘记 当时陈时中 已经高到百分之九十几的自治度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觉得只有北韩 才看得到这种自治度 都已经出现了 那台湾的这很多民调 大家真的看看就好 你陈时中现在再去做做看 我看你有沒有四成左右的自治度 所以我必须讲 台湾当然很多民调机构 都各自因为有他自己本身的立场 所以必须要去做出一些 很特别的民调 大家心里头看看就好 其实重点是 台湾人民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应该心里都有出 好 刚才拼哥讲到莱猪 我们就来看看莱猪的民调 其实有七成真的是不支持开放莱猪 虽然是 尽管是美丽岛民调 还是七成不开放 不支持开放 对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不只美丽岛 所有民调大概都显示这个数字 蔡英文在8月28要开放 他其实因为受美国人的压力 你知道8月23 蔡英文去参加金门8月23 六十二周年 六十年他不去六十二周年去 这个人就有问题 那去的时候 美国在台协会要求说 我跟你同会去 所以那个人就跟他 李英杰就跟他一块去 在会计上一定跟蔡英文讲 讲好了 对我们 川普总统在嫌疾很需要 我们这边来支持他一些农产品 所以他只好8月28 五天后就开放 这当中有一个构成 他要求民进党中央党部 因为没有人知道 去做一个民调 说萊豬到底民众会不会 会不会很反感 结果给他的数据 这个没有公布过 只有公布两个数据 43比43 我说怎么可能 哪一个人神经这么不好 结果蔡英文讲说 那我就公布了 他那天中午开完会 党部民进党给他 看了这个数据以后 他就公布了 是骗他的吗 不晓得要问李喜耀 李喜耀给他这个数字 叫媒体那时候这样报导 但是我们看 其实在民进党来讲 他也知道萊豬 是一个很大一块 这个等于说把他过去 他们做的一些说明 对民众的洗脑 或者他们的坚持 他们的价值 通通颠覆了 不过一份民调 真的是各自解读 董哥 你可以看到 这一份美丽岛的最新民调 比较有细节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出来 包括有7成4的人认为 蔡英文放宽美牛 还有萊豬进口 他这个是比较偏向 配合美国 人民不是笨蛋 人民也不是塑胶 他也知道 你是在配合美国 那有6成3的人说 不管 我就是我驻台北线 我驻新北市 我驻基隆市 我就是要你 跟我做到瘦肉精灵检出 这是民众的心声 那来看看 对于开放 美国萊豬进口的态度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不同意 不支持的人 有这么多 大概有66.5的是不支持 54.9的时候是不同意 这个是2020年的9月 还有2020年的12月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民意在这里 已经展现了 蔡总统有没有看见 拜拜